接下来呢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测试了 1,2,3 吓,吓我一跳 好,下面我们就要 把这个video transmitter 就是视频传输的这个芯片 按照这个主要芯片上 那这个主芯片呢 它之前是有一个label在上面 有一个标签在上面 那上面是标注了这上面的所有pin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是video transmitter 视频线呢 它会 它有这么一根这个连接线在这 对吧 然后它上面的意思呢 上面也有写 然后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文档啊 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个5V 这个粉色的线 咱们不需要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给剪掉 然后呢剩下的线呢 我们等会把它cut 按照这个图的规定啊 就是这个ground 要连到这个ground video连到videoout smart audio是这个 是这个小dot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焊键到上面 好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线已经全部焊上去了 这是那个video transmitter 红颜色的是在这个5V 然后video是这个黄颜色的线 然后ground是黑色的线 然后这个green是smart audio 就是在这个pin 好 下面我们 然后我用放大镜check了一下 有没有碰到 好不好它短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camera这个摄像头 也给黏上去 那这个摄像头呢 它是有这边一个plug 这个plug是插在后面 然后这上面一共有三个出口 那我们这三根线的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焊在这个上面 那么根据这个图呢 我们要把黄颜色是video in vi 这红颜色呢 是firewalt 那这个firewalt 将会删在另外这个红色的线上 两个会再用于同样一个pin 然后黑色呢 是ground 那我们可以把它焊在这个另外一个ground上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 好 这样就好了 两个红颜色的堆在一起啊 挺难焊的 然后这个黄色线是video in 黑色线是ground 按到这个就拍好了 好 下面我们要把这个全部装起来 把用这个壳子 把它全部堆起来 好 我们刚刚啊 我把这四个柱子给装上去 然后把它的盖子给盖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准备把这个video transmission呢 可以放到上面 那也可以挂到底下 然后呢 把这个线插到这个 插的皮股后面 那么这个就可以了 那天线呢 我们就可以到时候绑在上面就好了 然后这个马达这个螺旋桨啊 就放到上面以后呢 用这个螺丝啊 把它固定住 这样就算是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转 我们就算是已经拼好了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测试了 好 在我们继续在装遥控器的接收端的之前 我们先做一下测试 看看这个板子有没有焊好 然后会不会爆炸 会不会冒烟 我刚刚把这个connector给焊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就是那个电池了 我们现在要把电池接上去 看它会不会亮 哦 好害怕呀 好害怕呀 千万别冒烟 好 下面我开始点了 1 2 3 吓我一跳 好 好 好像是开机了 也没有冒烟 好 我先转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擦上去 刚才忘记擦了 好 这是我们的video transmitter 准备 稍微 我们第一段 第一阶段测试啊 到此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下面需要把这个 这个receiver给装上去 然后呢 我们还要调一下我们的goggles 让goggles可以看到影像 好 就这么说 一会儿再见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来收看卢人机的系列视频 谢谢